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 舞台的灯光背后 就是可能是大家没想过的 黎曼住的一片黑暗 第一时间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罪魁祸首 或者是谁打色 就是这个杨允雄 又是 一个就是比加超 一个就是杨允雄 这两只动物 它的字里面有很多只动物 又有羊又有红 就是不好脚头 讲完的了 哇大佬如果比起以前 渔村的时候 几条村合起来 哇 那个这样的数把星 一来到的时候 香港发生了这样这样的事 几条村的村长合起来 一起捉了这两个人 跑去浸豬龙 我跟你说 但是他们好彩啦 我指的好彩就是 他们的不好彩 就发射了给所有的公众 但是他们自己就好彩 新居高位要职 几十万一个月落袋 这些天空的蓝的阿伯 想拿些消费券 都被人DQ了 我不是只拿消费券 就是天空的蓝 不要搞错 我是说那些去大湾区 跟着 提早拿强积金 跟着被人DQ了 很不服气那些 其他那些不用说的啦 你几多就几多 500元都要跟他领回 真是 不要给他嘛 那看一下 杨允雄有些什么 啟发性的东西说的 首先他就说 初步发现呢 其中的一条钢索断开 导致大型的屏幕墮下 那他这个初步发现 都很初步发现下了 因为他是钓着一条钢索的嘛 那个屏幕 如果一条钢索都没有断的话呢 那是绝对不会跌下来啦 对不对 所以比起昨天东方日报 就是那个议员 东方大旗手说的那个 说什么要加快去落实 兴建那些单身长者房 你已经不够人入住了啦 你还起 所以我就说 他们那些逻辑有点问题 而你请一些逻辑有问题的官员 去处理政务的时候呢 会得出个什么结果 哎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一美去救责他们的 适当的人呢 就应该配回适当的纲位 而他又对哦 他是康乐及文化事务局的嘛 这个位是配得对的 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说话 都是娱乐着公众啦 他与那个小丑是没分别的 说的东西完全是 离京半道离大罩 胡说八道 是适合做动督笑的哦 这些 但是他就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就是去管理人家怎么做动督笑 他是要自己落场 亲身去做动督笑 即是如果你有个扶贫委员会呢 你又最好是充公了他所有财产 然后放他在劏房里 我相信 他就很快能够解决这个劏房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在那里口吁吁 好像杨允雄这些这样的话呢 就只能够 即是如果他落场做动督笑 会好些些啦 那杨允雄呢 就给大家一条方针了哦 现在 他又倡议现在那些艺人呢 去做一种叫做静态表演 即是呢 只是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去唱歌啦 啊就不要搞那么多其他东西 大家知不知啊 你们经常说Bling the victim 都未够绝 杨允雄这条绝脚呢 就真是绝中之绝 不是破地獄那些 那些另一回事 是啊 站在那里唱 坐在那里唱 拧拧拧茶茶嘛 找了问米娟上来啊 别有一番风味啊 但是不是说这些 我是说 你那些dancers 跳舞各样就助兴啦 那结果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 你们不如这样啦 静态表演啦 喂 你真是叫ViuTV 去炒了那些dancers而已哦 静态表演 洗鬼要那些dancers 哇 已经是 选兵折将 没了阿Moe的啦 加下你还要别人失业 哇 真是 何其歹毒啊 可能他觉得自己要背锅啊 你帮这样的 陀帅家 用这三个字 搞到我一上场的时候呢 就有只锅要背 搞这么大轮的东西 好啦 你们说嘛 那绝对安全咯 绝对安全那怎么办 炒了你们 哇 就是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Facebook IG 留言 他好像是阿Moe的女朋友 有Souching的朋友仔来的 他就说啦 可以预知的意外 还算不算意外呢 有刚好这个古天乐出来 你知不知古天乐呢 曾经拍过一出戏 就叫做意外 大家可以翻查 以前那些 是的 我又有一些偏颇的 我说今时今日 我都不看港产片的了 我是看欧美日行剧的 不好意思 因为那些意识形态上 我觉得可以令到自己的脑海清晰一点 就不用在那里万岁万万岁 但是以前那些港产片是值得看的嘛 所以那个朋友仔说得几好 对哦 可以看回以前林郑英导长那些嘛 那些值得怀面 是现时那些质素越来越差的意思 好啦 即是你没办法的哦 用这些淘宝东西 打算赚到尽 就要以赚到尽三个字呢 行内人士又有很多东西说的哦 我就说咯 你有苦主就一定会出声的 被压榨过的一定会走出来的 就这么简单 就不是听起来的那些拎拎茶茶 在那里又说这样又说那样的 那目前 阿Mo的状况就 就是 就是都 不是很乐观了 啊 李派林牧师 我一看一单新闻 已经觉得不妙了 因为 他说李派林夫妇嘛 那一起去探望阿Mo 那样 由加拿大那里回来 那我看不到说有兄弟姐妹 即是独仔来的 就因为 啊 你那个行内 ViuTV各样的那些 偷工减料 啊 酷叔啊 总之一定是这些的啦 往日大英帝国时候 你的意外会不会这么拿名呢 这么简单的嘛 那有些人就说 可能是跟家驱那次很相似哦 各样 一点都不同 家驱那一次呢 因为你知道家驱呀 王家驱呀 1989年时候 海阔天空呢 那首歌是 全阳海外的 而这首歌也成为1989年的一点烛火 所以呢 你说侯德燕那些OK啦 问题是 由于这个中共觉得 王家驱呀 即是年轻人啦 各样应该都收买不了的啦 所以就用了个便宜的方法 在日本那里呢 就去京阿次家驱 就推卸给这个电视台 你安倍都是这样做的嘛 很厉害的他 但是呢 金回就不一样 并不是针对这个MIRROR的 为什么呢 你有手尾筋嘛 共产党做事是不会有手尾筋的 就这么简单 好了 我们看下行内人士说些什么 还说静态表演哦 你说真是 沽寒道呢 我买票是看动态表演 你现在跟我说静态表演 你回水啦 是不是这么说呀 反而霍启刚呢 就似乎是 合理点的 我说的东西 他就说部分门票 以捆绑息去销售的 霍启刚呢 就肯请主办方主动去退票了 这句说话是什么呢 我要得罪很多人了 我跟大家说 现在千万不要买黄牛票 什么捆绑息销售 说得这么好听 那些人虚眼了 跟你说 是不是得罪很多人了 打烂人饭碗 不过其实炒黄牛都没什么 我没炒过 无利益冲突 没炒过眼红啊 可以吗 好了 但是霍启刚就说 肯请主办方就主动退票 不要搞啦 你剩什么态什么表演 但是又不用怕啊 反而是黄牛票才惨啊 一定要逼你去看啊 所以霍启刚这么说 是对黄牛党有利 就不是不利 因为你退票的时候 那些龙哥虎哥炮哥 不一定他们的普通人都去炒黄牛 那他们才可以拿回成本了嘛 退票嘛 但是主办单位又订了长右诚 请了Danser 那他们又蝕到 妈妈叉叉啦 那所以你应不应该 支持霍启刚说的这个主动退票啊 作为黄牛党你是应该支持的 作为普通的MIRROR粉你都应该支持 因为为什么啊 你得到的服务 已经不是你往日的服务了嘛 这么简单 好了 这里行内人士怎么说呢 就是基本上这些Danser 怨气冲天啦 都是讲话啦 那帮人用完职器啊 罔顾安全啊 各样啦 但是我们不讲那么多这些东西啦 我们讲回同行来讲啦 他们就是这位是王冠斌 就叫他阿斌先啦 那阿斌就说过去两年很多的广告费各样呢 都已经去完这个ViuTV那里 对啊 你见无线都已经不公布自己的收视各样啦 很好奇还有什么人放广告在这家里 他连唯一可以参考给你的指标都不公布啊 剃堂啦 不是的 总之那些又是流氓啊 那些这样的处事手法 我这么说啦 你跟陈八强啊 阿叻啊 曾志偉那些 一模一样 被人追上门啊 最近欠人数啊 唉这批人 好啦 阿斌他是这么说的 他在D18那里做过的以前 他就说啦 ViuTV呢 找了很多YouTuber做节目 就判上判上判的很多都 而他听闻就是 outsource那里呢 成本是低到不得之了 就是如果他要做10集的话呢 就会将这10集 卖出来的权 就是我现在要做10集节目啦 这样 跟着outsource outsource 这个budget呢 是少到不得之了 扭尽6人 用尽一切的方法 预算是极度极度极度之低 不断cut budget 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那有两个可能 第一 他识人做过 第二 他可能自己都受了这些这样的不小气 啊 苦主之一来的 有机会 就是我的朋友 那些而已 那结果 你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台前你看到的mirror 表演 尽心尽力各样 好像是很好看 但是到最后啦 如果左省右省 左度右度 你又说会到最后啊 走上这个淘宝之路咯 我不是说他的料套保卖啊 就只不过 你和大陆的公司合作啊 又或者是 聘用大陆的承办商啊 又或者是 总之中间里面那些疏通各样 你会不会牵涉到 这些probability啊 牵涉到内地的人物呢 所以查查一下都会停了的 就算了 杨阳红就会这样啦 那 那 花姐当时呢 就是阿斌又说了 今次的事件 你见到花姐那三个 即时的呼吁就是 叫现场观众有秩序离开 承诺会处理门票先 也答应是 答应大家会安全 第三个有些可不可 那我们看一下阿斌怎么说先 阿斌就说了 这件事呢 第一在制作层面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第二 事件发生有关方面呢 特别是主办方 他本人认为是比较遲门啊 为什么开一个洪馆演唱会 这么少时间去准备啊 又没有那些contingency啊 准备个质素这么参差啊 如果你是在舞台上处理不到的时候 为什么不延迟演出啊等等啊 哇我不知道啦 总之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去主办单位方面 但是没有的咯 你在洪馆是政府的嘛 那你政府自己啊 是应该确保 因为为什么呢 人家租场是租你那场的咯 那你是要确保了 即是机电署那些 确保了所有东西没有问题 你才被人on show的嘛 对不对不对 那就是说一定是有人出事啦 是不是这么说 你的牌子怎么拿的 我一问这个问题就行了 你是不是有人要落锅先 亦所以turnal到最后 我相信呢 事情又好像南丫岛那次那样了 搞了那些轮轮查查委员会出来 搞了大轮大龙凤 等件事呆单了各样 就随便找一两只认了他 然后判完 所谓的要极度够责啊 各样那些东西 都只不过是 说给大家听的 那大家就先听着咯 看看他要做些什么咯 那个默兆堂是不是 ITP啊是不是 还有那间艺能 是不是 有这个炒皮卵粉的 你说会不会有 随便一只东西落锅 是他们的 现在还有其他吗 基电署那班好不好 而亦都很多dancers 走出来说话了 很多苦主了 他说这些不是执生 执回一条命算好彩了 他们就这么说了 到最后啊 都是那句 你不要搞什么静态表演啊 回水啦 就是这样 我没买到票啊 你身 好今天讲到这里